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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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上传的影片就是知道这一个人他这边他这个整个频道有上传的影片还有两部影片上传 然后还有已经建立的播放清单这边有一个播放清单就结束了 那这个画面怎么样去编辑这是我们现在要来学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请你们先登录 我刚刚刚是用 Chrome 来去登录 这边有已建立的播放清单是不是就结束了 那我们我要教你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可以吗 等一下我们要教你编辑版面 所以请你们现在先登录到自己的YouTube频道 那接下来呢 我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为什么我第一部分放上传影片 第二部分放清单 因为真的别人到我的频道上面 他最希望看到就是说看我介绍哪些主题类别 课程主题 例如说也许他想要学Word 他就直接找这个Word的清单 那还有就是他可能想要知道我最近上传的影片 所以我分这两个 那怎么做到在这个地方点选编辑版面 编辑版面 点下去之后我先开到最大话哦 编辑版面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看到说 例如说自己的频道的名称 然后现在是 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去进去来去看 好是以本人 现在是以本人 那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新访客跟回访的订阅 订阅者 我现在我只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所谓订阅者就是我的等于说会员 那新访客就不是我的会员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这边都不用去做修改 我们来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回访的订阅者跟新访客 我们现在预设是在回访的订阅者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新访客 所以这边就两个 好我们都要学会怎么样去编辑 第一个回访的订阅者 回访的订阅者在这个地方 我会希望说他接下来可以看到什么 他接下来他可以看到一部我推广的影片 我这里面只有两部影片 对不对 我这个频道就是孙在阳之YouTube经营 在这里面只有两部影片 所以我们如果不是放这一部 就是放另外一部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可以编辑 你就点这个编辑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我可以选择什么 精选内容 或者是预设内容是近期上传 就是我最近上传的一部影片放在这边 好如果你喜欢这个样子就点完成 所以你看哦 刚刚我现在是先点取消 所以你看哦 我刚刚我因为有两部影片嘛 我第一部影片是不是这一部 第二部影片是不是如何找到 活力阳明大学网站 所以他是不是就以什么 近期最近的那一部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您看一下点这一个 好是不是看到近期上传 当然你还可以把自己的活动放在这个地方 去建立活动 好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不设了 这个部分我们不做修改 我们要讲的是新增版面 什么叫新增版面 新增版面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当别人移到我的这个频道啊 好 移到我这个频道 移到我这个频道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上面 这上面是没有上传的影片 这是怎么做的 好 点选新增版面 新增版面这边 内容 内容 请选 这个 上传的影片 为什么 先放那个上传的影片 就是最新的影片 它会放在这个地方 好我还是要看到最大话了 就是内容这边 显示什么 上传 这边有很多种选法 一般我们都是选什么 上传 一般不是选喜欢的影片 因为当你今天放喜欢的影片的话 你可能会喜欢别人的影片 像我刚刚就喜欢杨小姐 她做的那个 四大运竞舞比赛 那个如果我点了喜欢 她就会放来这个地方了 可是那个地方 喜欢的影片是别人的影片 不是自己网站的影片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我点完成 这边还有一个排列的方向 我们一般都是水平的排列 喜欢的影片 然后点选完成 那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只有两部影片 所以它是左右排列 这边上传 再来除了上传以外 我是不是还可以再新增 像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已建立的播放清单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再新增一个版面 已建立的播放清单在这里 播放清单的第一个 然后排列的方式 一样是横向排列 这边因为我只有一个 这边我只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清单 所以这边只有看到这个 实用工具介绍清单 然后点选完成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有这一个上传跟这一个 那个清单这两个选项 设定完毕之后 设定完毕 就是回访的订阅者 那新访客呢 新访客有看到哦 新访客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也可以去做新增版面 因为原则上刚刚设定的内容 会在这个地方也出现 新访客 刚刚我们是不是设定那个 回访的订阅者跟新访客 新访客这边也会出现 这个时候您用你的手机来去观看 就会看到这些内容了 例如说我现在呢 我这个地方已经设定完毕了嘛 设定完毕就设定完了 也不用什么储存或确定这件事 可以哦 甚至我还可以再新增一个 就是如果他是新访客 他不是我的访客 我可以再新增 然后您看看你还要再新增什么 例如说有些人他会推广 另外一个频道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有些人他会喜欢推广一些活动 这边您都可以再去做一些 就是说其他的影片 好这边我就先按取消咯 新增版面 然后让您的频道稍微丰富一点 而不是就只有 就只有一部自己曾经做的最近的影片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那我们自己的频道哦 我们再来观看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输入自己的频道 我现在是透过IE 我现在是透过IE 然后这边IE连到自己的孙哲扬之YouTube经营 这个频道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可以看到上传的影片 以及什么 已建立的清单 接下来 接下来